拿出来手部要碰到这个 面签 对对 拿出来 OK 把那个拿下来 对对对 对对 要拿下来 放在壁孔里面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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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面里面 进进 敲一个圈 对对对 蛮好 蛮好 可以了 好 两到三天给你 放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5月19日 盛盖博绞生医疗中心 开始免费接受民众 新冠病毒检测 检测自上午9点半开始 预约报名的民众 陆续来到现场 进行检测 基督教绞生医疗中心 行政总监李伟强牧师介绍 面对不断扩大的疫情 特别是在华人社区的检测点 数量不多 在两周前 绞生医疗中心 争取到检测资源 便开始着手准备检测工作 为了有效舒缓检测人流 中心实施预约检测的方式 在预约中 高知民众检测的时间 以免人多造成聚集 李牧师介绍 目前中心只接受 医护工作者 餐厅 超市员工 义工 及与食物相关的工作人员 希望通过检测 能把感染率减下来 那今天开始才第一次做检测的工作 那么我们为了不要太过多的感染的机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检测 就一早就预定 而且呢 目前来讲 我们是提供给那些的 必须工作的人员 所谓必须工作的人员 这个Essential Worker 就包括医疗人员 社会工作者 就是社工 还有在超市 在餐馆 在管理食物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是不断接触不同的人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检测 以至那些知道自己有感染的人 他不会到处跑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工作 把这个感染率尽量的拉下来 那么民众来的时候 他要先打电话来预约 然后我们初步取得他的资料 就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那到时他呢 就停 把车子停在我们停车场 按照指定的时间 停在停车场 然后他就进来 然后我们是基本上 只有坐一个人 不会几个人一起坐 那么我们都已经重新整理 所以现在你看到有什么玻璃啊等等 那么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医护人员指导他 怎么把这个检测来做 我们检测 基本上是检测这个病毒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病毒 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才知道 在两到三天后会得到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结果为阴性 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告知被检测者 如果结果为阳性 中心会以电话的方式联络被检测者 并按照美国疾病防控局的要求 告知其如何做好隔离及相关事宜 也有民众应接触到趋假报道 而对检测产生畏惧心理 更有甚者认为 接受检测 反而会感染病毒 基督教教生医疗中心行政总监 李伟强牧师表示 很多错误的信息指得民众不敢接受检测 他们在网上或者在电视上 看到很多不是很正确的消息 比如说他说很多检测是不对的 这个正确率是经常错的 那这个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检测 有一些城市或者州的检测 他们用那些不是CDC认可的检测 就那些好像很快速的筛检 15分钟就知道结果的 我们是宁愿保守一点 用一个两三天才能知道结果的 那种的病毒的这个检测 如果你是需要这个检测 你可以打电话来预约 626-286-8700 市民黄娜娜在超市工作 在美国城市卫视新闻中 得知脚生医疗中心设立了免费检测点 便拨打了预约电话 首日检测 她按照预约时间规定的时间 前来接受检测 谈到检测体验 黄娜娜表示 最初对检测有一些抵触 但为了自己和身边人 还是决定检测一下 这检测我发现很简单 一下就完成了 一秒钟就做完了 很好 我就是希望呢 所有的人 有时间的话呢 都来做一个检测 这样子的话呢 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 美国城市卫视报道